佛老师 姑娘 如果一个曾经因为冲动 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的男人 真的是因为害怕再一次的冲动 会导致双方的不幸的话 他在跟你最初交往的时候 就会像他给客户找房子一样 十分的慎重 如果是真正一个 真的觉得因为冲动而后怕的男人 他会百般的警醒自己 也会警醒你 你们更多在生活当中会有交往 会有了解 会更加慎重的发展 彼此之间的每一步 但事实上情况不是 爱一个女人 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承认她的存在 这是你唯一能够做到的 如果你口口声声说 我对你愧疚 我没有这样的经济实力 给你更好的未来 我们还得慎重的交往 那么你现在能够唯一给她的 就是尊重她的存在 言二道理的最终结果 是内心自己有鬼 或者内心自卑 而且女生也没有要太好的生活 况且她没有谈结婚 她只想要一个在众人眼里 一个合法的称呼 或者说一个合情合理的称呼 就是你的女朋友 你不承认吗 所以说一个很简单的事 非要把自己包裹得无比的高尚 你今天所有的话都伤害了 所以说我只想跟这位女生说 如果一个男人 要堂而皇之地 以为你着想 为你考虑为由 不肯承认你的存在 那对于你来说 是莫大的侮辱 你应该好好地考虑 你自己的尊严何在 就这